接下来我们来看影像大小的调整 什么叫影像大小的调整呢 就是假如说当我今天拍这个影像的时候啊 我想要把这整个影像稍微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或者是放大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影像大小的调整 那我的一个秘诀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我今天我要做什么事 我会先写下来 例如说我写下来什么呢 我想调整影像的大小 我想调整影像的影像尺寸 对吧 我是不是想要做这件事 然后我们再把关键字圈出来 例如说我想要调整影像 所以做法其实蛮简单 就针对这个影像我要改它的大小 所以呢 我第一件事会去找影像 为什么我要找影像 因为我要调整影像大小 你如果真的有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最主要的关键字是不是就是影像 接下来呢 这么多的功能 哪一个是跟影像大小有关系的 当然是影像大小 这个功能 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找到功能了 然后接下来有看到宽度跟高度吗 宽度高度解析度 在这个地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我今天我要去 例如说冲洗照片 例如说洗成6乘4 3乘5 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想要去影印成一张A4的大小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它的宽度高度的尺寸 好 那这边有有几种不同的限制 举例来说强制等比例 如果当我今天宽度改成1000Pixel 那高度会随着这个比例的下降 因为本来是124变到1000 是不是比例就要下降 所以高度也会跟着减少 这就是强制等比例 好 例如说我现在就做这件事好了 例如说我要把整个的宽度稍微变小一点 例如说1000 好 然后我现在是不是做强制等比例 这强制等比例有打勾 它刚刚是不是800多 现在是不是变成666 是不是有缩小 对 强制等比例 好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确定 这样影像是不是就整个缩小了一点 你去看宽度是不是0到1000 高度呢 0到666 可以吗 这就是我新的影像尺寸大小 所以做法就是 1点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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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选影像大小 3在这里 3在这里圈起来 然后4点选OK 那改影像大小的主要目的啊 我们可以把影像变瘦一点 或者是变胖一点 可以透过影像大小来修改哦 等一下 我再告诉你们这个小技巧怎么做 例如说 我现在想要把一个影像啊 让它看起来变瘦一点 那第一件事情我就再录影像 例如说我把这个小朋友再录进来 OK 好 那我要把它变瘦一点 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 就是把宽度怎么样 宽度要缩小还是放大 宽度要小一点 高度呢 长一点 大一点 对不对 两个方法嘛 好 你不要一起变 好 例如说 影像 影像大小 强制等比例就要关掉了 关掉了 例如说把宽度怎么样 缩小一点 好 例如说宽度变成700 你也不能变到200 那就变成怪物了 对不对 好 点选 OK 有没有感觉 它有瘦一点 不能瘦太多 瘦太多 人家就知道说 哦 没有做过影像处理了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 好